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接下来下一张投影片不是前夜派对就是CostCover的会场 但其实我想讲一个就是在今年CostCover之前的一个小活动 是我们与G0V一起合办的一个workshop 我觉得这才是最能代表今年的开始 就从这个workshop开始之后就觉得CostCover都活络起来 然后在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前夜派对 那我们今年本来信誓旦旦的觉得今天晚上应该不会下雨吧 然后就一朵乌云过来就把大家都凌晨落汤急觉得非常的抱歉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年会当天 就是早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就把票亭给烧了 所以其实报到的时候并不需要带什么QR Code啊 可以tease什么的进来扫QR Code之类的 你只要进来然后拿batch然后画batch就可以了 所以相信很多人都有收集到我们精心设计的两天不同的吊牌 然后下面就是会议的主体就是议程嘛 就是相信今年超过300场的议程 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得很尽兴 那我们今年觉得就是一个年会不能只有议程 就是要更多有趣的东西让大家可以放松 就像国外那样子就是大家除了听议程之外 还有一些活动可以玩这样 所以以往也有的大地游戏 以及可以玩大地游戏就可以兑换一些小奖品 像是酒杯啊 那个酒精啊 口罩啊 全部都是些防疫小物 然后 那今年还有推出就是新的疗愈市集 就是红酒瑜伽跟按摩小站 还有一个正念名 冥想 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两年 对不对 前年跟今年的单期咖啡的老板 那今年一样也有hacking room跟BOF 然后就有些人会在那边玩桌遊 玩的不亦乐乎的 那今年还推出了一个新的东西是形象墙 就是可以 你只要有OSCV Pass 你就可以去那边拍一张属于你的大头贴 然后应该要讲一下report的部分 不过昨天Danny已经有讲了 所以我正在想就快速的带过去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程式语言是python 然后最讨厌的程式语言JavaScript 我觉得这是因了解而分开的案例 就是因为很多人在使用JavaScript 所以大家才讨厌JavaScript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然后最常开发的平台 backend啊 frontend啊 然后最常使用的 IDE啊 VS Core Vin Jabranes 刚刚 好 然后 诶 还有人在想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平常使用的作业系统啊 MacOS啊 Linux啊 Windows 然后最常使用的两个器 Chrome Firefast Edge 诶 上面没有IE 太好了太好了 大家都知道IE已经停止维护了 停止维护了 然后最常使用的资料库 然后买SQL啊 Postgram 然后最常听见的开放原始码条例 就是MIT Made in Taiwan嘛 嗯 我知道这个 然后 好 差不多 下面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 大家知道要怎么进到这个Report嘛 就是我们没有放在公网上 还没有放在公网上之后会放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从我们的网页进去这个Survey啊 在后面再加一个Report 其实就有了 有了喔 你有了喔 在哪里 诶 真的有诶 被gank了 好 没关系 我们就回去刚刚的简报 诶 应该可以继续吧 哦 好 然后下面不免足的就是来 就是唱名一下今年的赞助商 今年的赞助商真的很多 然后像我看一下小超 然后边看边讲 那个 感谢泰晶级赞助 资料申请小帮手Bugto 钻石级赞助 5G产业创新发展联盟 开源系统 软体SIG 然后 黄金级赞助 玉山银行 Shoplight Appear CMoney PooPanda 那个 建墙实验室 起点科技 新加坡商 泰坦科技 Sci-Fi BerryAI 然后 祥评互动 优比快股份有限公司 Red Hat KK Company MySQL 然后 反映集赞助 惠芳科技 系统集 优胜研究基金会 西式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然后 Microsoft 然后好朋友集 The Linux Foundation The VBSD Foundation 帝维维集团 Lead 国际商品检验有限公司 然后Collabor 然后协办单位 感谢开放文化基金会 与台可大的电子系 然后特别感谢 这个我就不念了 就要大家看一看 然后 感谢个人赞助 这个我也不念了 大家看一看 然后 就是 开幕的时候也有说 就是赞助商出钱 然后工作人员处理 所以感谢我们在座所有的工作人员 希望大家可以给工作人员一个掌声 那最后 就是 我们一直想要倡导 就是Close Cup 以往都会放在7月底8月初 所以明年 最有可能就会是7月9 7月30 然后一样会是这个场地 台可大 然后我们增工作人员 增账助商跟增社群伙伴 还有增总招 那 谢谢大家 我们明年见 谢谢大家 呀 Building 好